讲解天下陈家党 宋家姊妹 孔家财 咱们讲完了宋家姊妹 孔家财 今天咱给大伙说说这陈家党 陈家党指的是什么 是指着陈果夫 陈立夫兄弟 以及他们一手创造的CC派 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 掌握了国民党的党务大权 大权在握 那么这个陈果夫 陈立夫兄弟 他们为什么能长时间掌握国民党党务大权 这跟蒋介石赏识他们有直接关系 也跟这两个人极为强大的办事能力有关系 当然还有很主要一点 蒋介石赏识他们 还和蒋介石和他们两个人的叔父 就陈果夫 陈立夫的叔叔 陈其美 跟蒋介石是败把兄弟 所以要论倍算 这两人得管蒋介石叫叔叔 他们相差十多岁 但是却差一个倍 蒋介石挺身而出 不惜为陈其美当刺客 刺杀他的 因为陈其美是蒋介石政治上的引路人 当年就是陈其美劝蒋介石 你得进军事院校 然后蒋介石被陆军部保送到日本 学习军事 在日本的陈其美又介绍他加入了同盟会 追随孙中山先生闹个命 所以蒋介石 他的人生 走到关键时刻 是陈其美给他确定道路的 当然 蒋介石对陈其美也够意思 很讲义气 陈其美后来被袁世凯暗杀了 这尸首在那扔 谁不安给收 因为谁都怕袁世凯 这时候蒋介石挺身而出 给陈其美收了尸 所以也因为这个呢 蒋介石跟这个陈其美家里这些人 包括陈果夫陈令夫 关系非常不一般